好 国际的消息带你看到 进行将近一年的美国总统竞选 终于在美国时间11月8号落幕了 原本民调处于劣势 不被各大媒体看好的 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和他的搭档彭斯 在这次的大选中异军突起 根据CNN的统计 川普以289张的选举人票数 当选美国第45届的总统 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蕊 则是以218张选举人票落败 而希拉蕊也在社群软体上表示 无论结果如何 他都感谢他优秀的竞选团队 而总统大选期间 美国原住民人面对许多开发 与侵害主权的问题 新政府上任 究竟能否保证原住民族的主权 无论如何 未来四年对政治新手川普来说 还有许许多多的考验